连周围的铁栏杆都撑不住它的重量 经过玛利亚台风一整夜的风雨 可以看到整片路数倒塌 已经占据了整条人行道 原本是20公尺高的老树 一夜之间应声倒塌 民众路过都得小心翼翼 脚踏车骑士骑到一半 也必须停下来用钱的 很意外 它就是鞋很大 就是说昨天这样倒下来算是很正常 这一岛甚至波及旁边红绿灯 整个杆子看起来摇摇欲坠 只剩下一个号制在运作 就怕影响民众通行 环保局人员赶在上班 见封时刻前 请来大型吊车 迅速清除一条道路 玛利亚台风不止影响交通 还造成全台超过5万户大停电 以新北市英哥 三重 三峡等地区 户数最多 再来是桃园大溪 卢竹 以及部分山区 因为这次风大雨大 也有树木会碰到 也有外污会吹到碰到 另外有一些线路 可能因为有受到损伤 有断掉 但这部分我们都在 都在经济在做抢修 台电人员派一出 数千人自贸于抢修 预计会赶在11号傍晚5点前 全数抢通 带西文州车张立佳台北报导 好 平安度过才是福 看看